七小型 七小型是集大工之后的静节运用 它形体比大型小 静节比大型更精巧 由螳螂捕食 蜻蜓细水 游风摘蕊 金蝉脱鞘 蜗牛摆头 台形六式 驼形脱手组成 螳螂捕食 螳螂性勇猛 有静法无退法 有起退落足之境 其转轮适用 弃射齐装 巨斧剑称 节鱼添马 以练续径直扑 前顶下压直径为主 下面请看行工方法演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蜻蜓细水 蜻蜓细水 姿势轻巧 由动作灵敏 落尾飘点 起升前冲 折转停绕之能 以练细水不显形 显形式不动 玉空树连镜为主 下面请看行工方法演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游风摘蜜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 译称游风 其鸟在摘蜜时 先轻飞飘如 停转折起 飞动中定 游荡中拙 有丁拙之能 摘蜜之巧 以练长指 文准狠为主 下面请看行工方法演示 经缠脱鸟 缠最敏感 欲敌则退 与势无争 退壳独到 练时丹田上射 两膀外撑 丹田下沉 两膀速收 肘肩厚顶 下面请看行工方法演示 教授 蜗牛摆头 蜗牛摆头由单摆和双摆之分 蜗牛摆头取其直径勾尾 前压摆头之意 下面请看行工方法演示 蜗牛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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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牛摆头